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又来到了慕人庆草地的时间 那在今天的经文 我们要再继续来看约安福音第20章 在上一章我们看见耶稣的死 以及耶稣的安葬 那当中呢 耶稣的死 并不代表一个结束 而是看见的是 耶稣基督即将复活 在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宗教 也有非常多的宗教的教主 但是只有基督教的耶稣 是从死里复活 那些有名的教主 虽然在世上 可能有很多的追随的信徒 但是这些教主也都已经死去 而且只能够去追念他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已经复活 而且他正在为我们祈求 并且带领我们 能够在这世上 能够继续地来传扬福音 继续地来为主而活 在二十章当中 看见 耶稣他被安葬在坟墓当中 而七日的第一日早晨呢 玛利亚他到坟墓 却看不见耶稣的尸体 所以他赶快去找 彼得跟约翰 而彼得约翰也赶快 到坟墓去找耶稣 也没有找到 他们不了解 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当他们 在坟墓当中 在忧愁的时候 玛利亚却在那时候 遇见了主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 升上去见我的父 耶稣要我们 到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耶稣他还有 复活后 他还有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要升上去 见天父 而耶稣来到 门徒当中的时候 他是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他让门徒 看他的手 以及肋庞 让他们知道 这就是主耶稣 他在十加上 所受的这个钉伤 门徒看见主 心中喜乐 但是耶稣说 父怎样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了你们 我们每一个 追随耶稣的门徒 其实也 要像耶稣一样 被猜浅 耶稣在 他的人生当中 他 经历了许多的苦难 经历了许多的 征战 但是 他也照样要 拆迁我们 让我们能够 如同羊 进入狼群一般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的神 必定会保守 看顾我们 而耶稣基督 为我们做了 最好的榜样 就是他 自己在十字架上 所承受的一切 能够 成为我们的效法 耶稣要我们 受圣灵 耶稣也 给我们权柄 去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我们不能 随便来 滥用这样的权柄 而是我们 在我们的 侍奉当中 我们能够 学习 尊主的教导 尊主的话语为重 上帝要我们 学习去敬畏他 上帝要我们 学习 能够去效法他 所以 上帝要我们 成为一个 有信心的人 而在当中呢 其实有提到 多玛 多玛 好像是一个 很理性的人 他说 他一定要看见 他才相信 但当耶稣 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才知道 他自己 得罪了神 他知道自己 并不是 带着信心 而是看见了 才相信 所以耶稣说 你因看见了 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 反而是更有福的 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没有亲眼 见过耶稣的 复活 但是我们的心里 都同样 见证了 耶稣在我们心中 那复活的生命 所以 我们没有人 是真的看见 神 但是我们的心里 都相信 耶稣基督 已经复活 盼望每一个人 都成为有福的人 就是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人 也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看见 眼见的 才相信 而是 因着 我们信 耶稣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 我们一同 因着 他的名 能够得着 永恒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受死 以及复活 盼望我们 每一个人 不要活在过去 那就有的思想 就是没有盼望 没有希望 让我们能够知道 耶稣基督 你的复活 带给我们 新的盼望 跟新的力量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许多的 生命的问题 但是在 耶稣基督 你的手中 都能够 重新来过 谢谢你 我们向你 献上感谢 求你带领 我们今天的生活 都能够 活出 上帝你 喜悦的生命 带着 耶稣基督 复活的生命 能够过每一天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